好 那我們剛剛看到的是這個傳統寫法 Main Go Test 是這個傳統寫法的Main Go Test 那它是採用回呼的方式 一層一層的回呼的方式來呼叫Main Go DB的 那但是呢這樣的方式顯然你程式寫起來是一層又一層會有點麻煩 那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呢 JavaScript本來沒有辦法 JavaScript本來只能夠透過這種回呼的方式來處理 但是去年JavaScript的新版Ekma Script 6.0已經確定下來了 那所以Node.js就開始支援6.0的很多功能 那其中有一個支援的6.0的功能 目前已經支援完畢的就是Yield 那這個Yield看起來使用上其實相對的很簡單 可是你如果不需要去知道背後怎麼做的話其實是蠻簡單的 那這就有點像是我們上次講的 你呼叫一個東西 你如果不需要知道所謂的API 你要去呼叫它的時候就是 就好像皮卡丘的10萬伏特 就是你只要說上把皮卡丘使用10萬伏特 那到底它是怎麼做的呢 只要10萬伏特可以發出來你就不用管 那一樣的就是我們使用這個Yield 目前我們就把它當成那個10萬伏特 你就只要去用它 然後你會發現10萬伏特可以發出來的話 那我就不用管它到底是怎麼做的 這是目前的今天我們大概會採用這種路徑 但是等一下講解完這個範例之後 我們給各位看它真的是怎麼做的 如果無法了解就算 那這裡這個程式碼 你會覺得它看起來顯然比剛剛那個程式碼舒服一點 對吧 你看它第一個 它首先在外面包一層叫Core的東西 Core 這個是資源利爾德的一個函數 然後這個Core 你注意看它的Function 裡面的這個回呼函數的Function 上面還加了一個信號 這個信號是不能亂加的 這個東西叫做Generator 這是JavaScript 6.0版 PS6裡面才有 然後呢 一旦你在這種Generator的回呼函數裡面 你就可以使用EU的這一個關鍵字 那你使用EU的關鍵字的時候 最後你這個東西就好像是一般的函數呼叫 本來我們必須要用回呼的 本來必須要用這種東西 必須要用Connect然後Function然後回呼之後 再繼續下一步的 現在就只要用直接Connect 然後把傳回的指呢 放在變數裡面就好 所以一行就搞定 而且不需要回呼 這樣你的人生會輕鬆一點 會快樂很多 那當你這樣做的時候 你會發現OK我Connect完之後 它會傳回一個DB 如果Connect失敗的話 這個DB就會是一個失敗訊息 OK 那如果Connect成功的話 那這個DB就會得到你要的那個資料庫 也就是這邊的ESMDB OK 然後接下來呢 我去取得Q這個Collection 也就是Q這個表格 OK 然後呢 我 在呼叫Insert Many去插入很多筆到裡面 OK 我上面用Insert 這邊用Insert Many 其實 是因為說 在MangoDB的官方驅動程式的網站上面 他已經告訴你 Insert以後不要用 他說Insert以後不要用 因為 要改用Insert Many或Insert One 所以我們就分照他的作品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就用Find去取得目前到底有哪些紀錄 那既然我剛剛已經插入了三筆 至少應該有三筆 如果資料庫裡面原本就有 那應該有更多筆 OK 好 那最後我把它 印出來 然後再把它關掉 結束 所以你就會看到 整個程式就跟傳統的程式寫法 變得幾乎一樣 只差 他多加了一些用 好 好 那我們這個程式我們把它執行一下 好 這個程式執行一下 你看 OK 沒錯 在這裡 那 我現在這個程式叫做Command Go Test 所以我要執行這個Command Go Test 好 好 那你可以看到 喔 我剛剛因為執行過一遍了 所以 他查出來 就不只三筆 已經是 已經是六筆 OK 那你在這邊你可以把它 譬如說 我把它連覆掉 OK 那這樣我在 看的時候 就零筆 零筆的時候 我這邊再執行一次 好 你會發現他現在這個是三筆 OK 好 所以 他確實可以做到 我們原本做的那件事情 而且用比較乾淨 比較簡潔的語法 好 那這就是Yield的功能 好 那讓你的呼叫變得跟傳統的方式幾乎一樣 好 好 那就請各位去執行一下這個程式 這個程式我放在剛剛那個 同樣的 同樣的這一頁 就是 使用Node.js 存取MangoDB的這一頁 底下的採用Yield的寫寶 我剛剛才補上去 那你現在就去 稍微 把這個程式 抓下來 然後把它存成ConfangoTest.js 然後 打 打 對 打 打 我剛剛 沒鼓上打的結果 好 鼓上打的結果 來 執行結果 像我這樣 這邊 好 那我把執行結果也傳起來 好 那我把執行結果也傳起來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我們的 剛剛的程式和執行結果 好 那你去執行一下 稍微了解一下這種新寫法 好 那為什麼講這個呢 因為下禮拜我們要一個框架叫做Core 這個Core 會用到 這種 有的的方式 好 那各位試試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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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